那我还是再次强调 今天我不是在对赌潘小姐 不是对赌高军军军 今天你们要记住一点 我会讲这一趴为什么 因为是小黄 不断的拿这一片来弄我 那不好意思咯 你们这里没有控管好小黄 那你们这些难看的事情 我就把它揭露出来 不是我主动想要揭露的 没有 这个是小黄搞出来的 你们要记得 你们要当他当战友 那他在那边乱搞 你们没有阻止他 那我就把这些东西秀出来 难看的真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这一片常常有人在看 我们来看这一片 然后金黄可能就在这里了 另外还有高景就说什么 有一个群组 有一个群组 然后什么我 区区 跟潘小姐在一个群组 不好意思 有没有 我那时候都有讲 我说如果有那个群组 潘小姐你就拿出来 要不要对赌 我们对赌100万要不要 我说没有这个群组 我真的没有 我跟潘小姐直接 这能够联系的人 我干嘛要加群组 懂吗 现在应该有半年了 应该有半年了 然后这半年来 其实他们很多次 都希望从我嘴巴里面 讲出 俊俊的不是 或者是攻击 高景 可是我说不出口 但我唯一能做的就是 你想要我假的东西我给你 所以他们现在能够 拿出来的所有的字句呢 其实都是我随便 随手你来的 所以他开心就好了 我只是不明白一个专业的人 照理来讲 凡事都有合约的情况之下 怎么会人家拿一个手稿出来 你都可以接受呢 因为我是骗他说啊 高景跟俊俊 他们跟我没有签任何合约 可是我们呢 有手写的单 可是只有我自己写的字 你想看吗 他说好啊 那我就写咯 你想看吗 想 那我就写咯 我可是还看着写啦 可是我觉得 对啦 他们 我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 可是我到现在 我终于知道他们的目的 其实是切了 其实就是切了 这个真的是切 不懂 为什么可以靠 拿假的东西或骂人 或者是把别人死里打 或者是莫虚幼的东西 拿出来欺负人 其实最后就是为了流量 为了钱 为了斗内 可是我觉得 不知道 我觉得做人还是要有点良心 所以 好 我跟你讲 这一片里面呢 先开始 他说 来 你们刚才有听到重点吗 他说 半年前就接触到他 对不对 对不对 他是有讲半年前就接触 我们听一下 前面 靠近我到现在 应该有半年了 有没有 他说靠近到他那边已经有半年 这一片你们去看时间点 是去年的9月25号 去年的9月25号 潘小姐跟我接触的时间 应该是在庙会后 就大概是7月4号后吧 其实我印象中是7月啦 7月 所以到 9月这中间也不太 才两个月而已啊 怎么会有半年呢 这半年是哪里来的 对不对 莫名其妙嘛 然后最后他不是说 他拿出一些 什么手写的资料 太谁哦 我没有哦 我真的没有 这个我可以赌哦 小黄 要不要给你对赌啊 潘小姐没有给我任何手写的资料 我也没有跟他要过任何手写的资料 我的耐可以证明 那小黄 你再继续乱讲 你就是你造谣 我跟潘小姐的关系就很单纯 他只是因为法律有一些问题 想要询问我 然后顺便 他知道我有买高圈圈的产品 他叫我去买 跟他直接买 不要跟高军军买 就是这样子 懂吗 就这么简单 那小黄呢 就开始一直操作什么价格 价格价格 哎 你又知道详情了 你这些你都不知道 那么乱讲一通 莫名其妙嘛 而且这个是7月后的事情了 了解吗 他们攻击是6月21号 6月22号 还有6月27号 那时候乱攻击我 先生 那时候都没有潘小姐 莫名其妙 所以我没有收写稿这件事情 潘小姐绝对没有给我收写稿 然后高景呢 还说什么专业人士啊什么的 你想导到我这边嘛 为什么 因为高景他最恨的就是我 他因为滑铁乳也是因为我的关系 他吃味了也是我 所以他一直想尽方法想要攻击我嘛 那是因为他对我的仇恨值最高 他一直在整我就这样子 莫名其妙嘛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跟潘小姐的对话 我一定会纯正是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律师 所以我们在接触到一些人物的部分的话 我们基本上会纯正是了解说 到底我们讲的法律问题是对还是错 因为你要用电话咨询的话 我们基本上一定会电话录音 这很正常 而且 我们避免他最后就说 是我讲的是什么法律概念 结果最后我就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我就要播给他听 没有我讲的意思是什么 有时候客户有需要的话 我们就提供给他 就这样子 了解吗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 潘小姐是他接近我的 我就跟你说啦 真的不用整我 整我没有用 因为我都有证据的啦 唉 只是看我要不要拿出来而已 潘小姐 潘小姐 我六字也都在加班 其实没差 我想问你哦 我先问第一个 他们的官网上面有Line 所以我们就传Line给他说 我们是 我是他的粉丝 其实我是叫别人这么做的 因为我怕他知道是我嘛 对对对 就是那个人 这很正常 其实假扣押 我们有时候在做这个 也会做这类似的动作是没错啊 因为他不会通知债务人啊 没有错啊 懂哈 你看哦 我私下讲话也都是很客气哦 我也没有跟他说啊 我要我要 我要那个什么手学搞什么没有 而且你看哦 他是直接说 哎 潘小姐 到底谁 谁 谁 告诉谁啊 那一定是他 告诉给我 而且他说他有问题要问我啊 我的那也能证明是 他常常有一些法律问题想要问我 不是我主动找他 了解吗 而且 他那天打来 是我六日在加班的时候啊 他就说啊 不好意思吵到我 我说没关系 我六日也在加班啊 对不对 他来问贾扣押的事情 贾扣押不是我叫他做的 没有 那是他自己有律师 我等一下再给你们听那一趴 那他有些问题 因为他后来贾扣押有出现一些状况 所以他想要问我 了解吗 啊为什么会问我 等一下会给你们听原因 那个贾扣押这件事件 在反馆那边的东西 但我觉得有点危险 是因为你的诉讼还在进行中 我是建议你的一些策略 不要秀在那个反馆那边 就是会知道你们在做什么 嗯 那解吗 刚才听的那一趴是说 我建议他说他在反馆 因为他在反馆是一个 很仇恨值很高的一个人 那个反馆是金刚刀创的 然后他在里面的 这个仇恨值很高 所以他常常动不动 就把他一些事情 这个应该 合马应该知道了 就是潘小姐就会把很多事情 就会写在那个 把男女馆长那边 啊他那时候假扣押 他还把他假扣押 弄成一个USB 然后就放在反馆的 那个用那个照片 照片说他有个USB 说想要的 想要假扣押的影片来跟他要 我看到就吓死了 然后那时候我才跟他说 你有些东西还是 因为他们还在诉讼中 假扣押那个毕竟只是前阶段 你你这个东西给法官看 法官官感也会不好啦 坦白说啦 好了解 就这样子 我我其实都是 诚心的建议 以律师的角度去建议啊 我也没叫他做坏事啊 对不对 对不对 你们等一下再去看他那个嘴脸 就是他们在跟高级那个嘴脸 对不对 莫名其妙嘛 好 那我们来听听看 为什么他会来找我 他有他的律师 那你听听看 为什么来找我 你们 你们听我的直播 跟我的相处就知道 你会找怎样的律师 其实就是因为 本人个性真的是比较OK 比较没有在那边区分 但是真的惹到我的话 我们是会有脾气的 了解吗 原则上我不会去设限 所以人家有求于我 那当然我就会帮忙 就是这样子 但是 我都不会去预设律厂 人家需要我帮忙 我就帮忙 可是 你总不懂人家帮了之后 然后又在防咬人家一口吧 真的没水准 对啊 所以 没关系 我想确定 你跟我说 我不会有问题 不会有问题 你不用担心 我不敢去问我的律师 因为他会骂我 他 他很凶是不是 他很凶 就是啦 我律师是我表弟 他会骂我 然后就跟他 就是那个帅帅 在你旁边那一个吗 对啊 因为我觉得他跟你有点像 对啊 对啊 他是我表弟 其实律师都喊 算蛮凶 我算个性很好了 你脾气太好 我一直被欺负 我快气死了 我听一个歌还被堵 我快气死了 对啊 不要理他们 告诉他了 了解吗 懂吗 香甜的懂吗 他会找我 就是因为他说 我真的个性太好啊 啊 我很气是说 我去劝事情歌 听个歌 然后那个小五啊 有个观众 那小五啊 还去通报陈品红 然后他们全部来读我 哎 听个歌还要来读我 我们不气死了 莫名其妙的这群人 真的是 真的没有法技耶 莫名其妙耶 欺负人不是这种欺负法吧 帕哈姐 哈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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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六十人都在加班 其实没差啊 哈啰 哈啰 好啊 我想问你哦 好请说 就是啊 会 呃 我先问第一个 呃 他们的官网上面有Line 所以呢 我们就传Line给他说 嘿 我们是 呃 我是他的粉丝 其实我是叫别人这么做的 因为我怕他知道是我嘛 对对对 这很正常 其实假扣押 我们有时候在做这 也会做这类似的动作是没错啊 因为他不会通知债务人啊 没有错啊 了解吗 他那时候因为 做假扣押 然后跟对 就是跟他的对照 有点冲突嘛 哈 那所以他就来 他很怕会出事情 因为他是用 骗的方式 把对方骗到现场 然后扣到他的车 所以他很怕这一趴 会变成有状况 那 他不好意思去问他的表弟律师 哈 怕会被骂 所以他就来问我 就这样子 等下我那也可以证明了 哈 他那个手法 哈 你们看了就知道这个人 哈 诶 不是你们想象中的 那么温顺啊 他其实你看哦 我后来他也知道我脾气好 他还跟我说告诉他们哦 有没有 是他讲的哦 不是我讲的哦 那我们来听听看哈 那一个 那个事件 哈 那个 什么军军价钱的事件 其实不是我搞出来的 不是我 我们都是在旁边听而已 实际上是潘小姐 跟某个人策划的 哈 只是后来他们两个闹翻天 闹翻了 他们两个闹翻了 啊闹翻了 这个事件当然另外一照就没准耍嘛 就是这样子嘛 哈 啊我 真的倒霉 哈 我们是倾听者 倾听者呢 就被卷进去 就是这样子 莫名其妙 哈 我们来听听看 你们就知道原因了哈 我真的是人情流一线 这些东西我一年前就有 我都懒得 懒得理他们 我真的是懒得理他们 我一个人 真是夜问 一个人打十个 莫名其妙 为什么 我们理直气壮啊 我们这是理直气壮啊 对不对 啊你看他们真的有拿出任何证据吗 没有呢 高警他那一片还说什么 有个群组 贾君君 哎 到现在一年多了呢 你有拿出来吗 有吗 没有呢 你们不是很爱秀群组的东西 怎么一个毛都没有 奇奇怪怪的 莫名其妙 因为要骗人的啦 那我再跟你讲原因啦 因为潘小姐那时候 他有个洗手乳要想要交 就是他们现在那个 那个霸凌那个时候 洗手乳啦 跟那个洗手乳有关系 他那一波 其实你们去看高警那一班 潘小姐帮他讲 那高警马上回报他 就说啊 我们他在订购一万片的面膜 一万片的面膜 就是马上利益交换嘛 其实高警也是大嘴巴 你要做利益交换 你也不必在直播上 直接做利益交换 那个潘小姐就好开心 因为那时候 疫情的关系 其实他们公司 营运上有点状况 因为疫情那个太久 所以 他也需要一些资金的疏通 了解吗 所以他就选择了 变色楼嘛 就跟小黄一样 为了求生存 就这样子嘛 就陷害我嘛 就这样子啊 好 我们来看哦 我们来听听看 他跟谁吵架了 我们来听听看 啊跟我没有关系哦 真的没有关系 你们听听看 我都说跟我没关系 潘小姐就说对啊 就跟我没关系 他就是真的跟我没关系 把他继续封锁了耶 因为 两个原因 一个是我觉得他太激进了 那我知道他接下来想干嘛 他想要用 就是 例如说高军军赚很多钱 然后就是 我们的保养品报价 然后反正他就是想玩高军军就对了 哦 这个就是 这不关我的事 这一枪 对 但这一枪真的会打到我 嗯嗯嗯嗯 这一枪一定会打到我 因为 其实高军军卖这个价钱 是从我嘴巴讲出来的 对 嗯 对 然后 因为我先生看到了我跟 GG的对话内容 他也有听到了 我跟GG对话的那一些录音 他跟我讲我真的是很离谱 他虽然不喜欢高军军 可是他不希望节外生枝 他也不希望 再有 就是 高军军的人 你也知道 他如果不爽 他一定势必就是攻击你 嗯 没有 潘小姐是不是有讲 就是他自己讲的啊 他说高军军 不爽的话会怎样 会攻击嘛 所以 他们也怕会被攻击啊 对不对 那再听一次 再有 就是 高军军的人 你也知道 他如果不爽 他一定势必就是攻击你 嗯 对啊 对啊 那个就 不关我的事情 因为 对啊 因为那个 毕竟我也不是厂商 对 因为那个不是我们的事 也不关我的事啊 不关我的事 了解吗 刚刚潘小姐也知道他不关我的事啊 那是他跟曲曲两个吵架 了解吗 懂了哈 啊你看这个一年 这个证据我就是你看啊 我就说啊 秀出来不是打到我啊 真的不是啊 啊就潘小姐啊 啊 他跟曲曲讲的东西 啊 我随便啦 你们要怎么玩 那是你们家 是啊 潘小姐的意思是说 他如果 哈 这样下去的话 会打到他自己 因为那个价钱是他自己讲出去的 了解吗 哈 啊所以 为了要挽救嘛 那所以他跟高景去演那一趴 为什么 因为 要弥补他自己当时 讲出去的东西嘛 就是这样子啊 了解了哈 好 那我们再来听 他跟曲曲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 哈 啊这个就跟和马 他们买的洗手乳有关系哈 之前啊 我们公司有一批 本来生产起来 要给高军军卖的东西 然后 是我们有一批 一批抗菌系列 本来是生产起来 要给高军军的 有反霸凌的洗手乳 也有微微安娜的洗手乳 然后其实这一批东西 是我们先做起来 我们自己做起来 在那里等高军军的 因为他们要东西都要太急了 所以呢 他们那时候有说 哎这个东西还不错 这个东西还不错 可是在他还没有下订单的时候 其实我就先做了 然后可是接着呢 他就跟黄孟婷打的如火如土 然后他也没有心思再去处理这一块 所以变成我们自己生产的东西 我自己就要该过要承受 因为那一批东西 我要把它消化掉 其实也没那么快 那我的想法就是反正都坐在那里了 我就当做做三事把它捐出去 所以我那时候有麻烦 就是帮我找几个平台 看是要卖还是要干嘛 然后但是在这个互动过程中 然后我感觉到了他的强势跟他的不友善 嗯 后来反正我的结果就是 就到此为止 就是我可能就再也不会跟他有任何联系了 因为他已经有一点口出 他说他跟我讲说我跟黄孟婷有什么不一样 好 懂哈 听得懂了吧 嗯 所以你们可以了解了嘛 所以 高景跟潘小姐那一趴 哈 第一个目的呢 当然他跟曲曲两个闹翻了嘛 对不对 那第二个 因为潘小姐他当时 他自己是把价格跟曲曲有讲了 哈 但是那个手写稿跟跟我无关哈 那个不是给我的 我手上我等一下可以秀那给你们看 我手上没有 没有 潘小姐给我任何的手写稿 我也没跟他要 哈 你看 英党都是他来询问我法律问题 连 他跟曲曲吵架都是他来找我 诉苦 那为什么要来诉苦 我那时候也是很尴尬 因为那时候我在法院的停车场 啊 他就是 他其实就是 他只要有心事 他就会去FB写 他只要有心事 他就要找人谈 那你就要 耐心的听他讲 让他发泄 然后 潘小姐就一直讲一直讲 你也只能听着他讲 就这样子 啊他也说跟我没有关系啊 对啊 对啊 啊我只能说 就是他说的嘛 因为 他如果这些事情 跟他表弟的律师讲 人家会骂他 可是你看哦 我从头到尾 不会骂他 对不对 我都是 细细的听 其实你们看 我台下跟台上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就是这样子 啊就是人太好啊 人太好 你看小黄才把我 才一直弄我啊 就这样子啊 把我惹火了啊 就是最后就真的把我惹火了啊 潘小姐这一趴他们 他最后你看 我说美妆变色龙嘛 他最后跟 跟 去 跟什么 高景两个去演那一趴嘛 对不对 好 那我再来看 高景 好我们来看高景的反应 很多没有看到这一趟 我跟你讲 那时候我就要看高景要怎么玩 因为那时候 有人有帮我讲话 好 就说 潘小姐是7月后才接触 根本不是半 不是接近他半年 好 根本就没有 那高景就整个傻眼 他就整个愣住跟当机 因为他本来编这个剧本 好 他们不知道怎么编出这个剧本 过烂 没有拿出 到现在没有拿出任何证据哦 从去年9月25 到现在为止 没有拿出任何一张证据的东西 都没有 反而你看呢 我都有东西哦 好 那我还是再次强调 今天我不是在对赌潘小姐 不是对赌高军 高军军 今天你们要记住一点 我会讲这一趴 为什么 因为是小黄 不断的拿这一片来弄我 那拍谁了 你们自己没有控管好小黄 那你们这些难看的事情 我就把他揭露出来 不是我主动想要揭露的 没有 这个是小黄搞出来的 你们要记得 你们要当他当战友 那他在那边乱搞 你们没有阻止他 拍谁 那我就把这些东西秀出来 难看的真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齐尿器 他被信任哥认证是老鼠王 狗鼠王 对不对 齐尿器 打破坏就是这样啊 对不对 他为了要制造自己的流量 一直在弄潘小姐这一趴 这个跟他没有关系 了解吗 这个臭中复杂的事情 你根本不了解嘛 所以你很多事情都想要这样 我跟你讲 小黄当时也是这样 龐敲射器一直想要知道 我知道高清清哪些事情 我就觉得不需要跟他讲 所以我都没有什么要跟他讲 他就一直想要知道 想要知道 就是这样子 为什么 因为他要拿去直播上讲 就是这样啊 他只要知道一点点东西 他就会声会影到处乱讲啊 他就坏在那张嘴啊 所以弄我真的没有用啊 我真心不怕火炼好不好 我台上台下态度都一致啦 啊我会不会生气 我会生气 我是会生气的人 但是我气来得快也去得快 就这样子 去年的9月28 我就说呢 我只是想要签个地址而已 对啊 我又选不上你们在怕什么啦 你们在怕什么 急着抹黑 不要急嘛 你现在就抹黑我 那到时候我参选的时候 我起不就 大家就已经对于这个议题麻痹了 所以你们不要急 其实才联络专业人士 联络就联络啊 联络就联络啊 联络就只能证实 是他本人 不是吗 联络就联络啊 又不能联络啊 联络很好啊 这么的吗 一拍都算小心 联络不是应该的吗 联络不是吗 联络怎么继续说下去 不是这样吗 联络不是我里头 我觉得我说的很有理耶 我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的 你们不觉得吗 不是这样吗 然后就不了了之了哦 就不了了之了哦 你们去对比他9月20号 哦头头是道啊 穿个浴袍啊 好像兴有城主啊 还在那边讲说 有个群组啊 尊业人士啊 创立一个群组啊 还有什么曲曲啊 虫虫啊 潘小姐啊 都在讲君君的 坏坏一个假君君啊 什么的 讲的那种会声会影的 啊如果你讲的那你就拿出来啊 对不对 就拿出来嘛 其实我没有在 我也想看 我不是一直说 如果有的话你就拿出来嘛 我们来看嘛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吗 我也想看啊 就没有啊 对不对 啊如果那么会讲 你看才隔三天哦 破梗了 人家7月才联络 他就整个整个慌掉 因为我的耐特证明 就7月才联络的嘛 基本什么接近半年的事没有啊 而且你看哦 英党 我现在隔了一整年之后 我才放出来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潘小姐自己搞出来的事情 他们最后去搜烂摊子 就编一个谎话嘛 所以我说他美妆变色龙 就这样子啊 潘小姐就是很爱到处讨拍拍的人 我上次有秀出来 这个冷飞眼 如果还在的话 冷飞眼你要不要把你知道的事情 也讲出来 你知道潘小姐的事情 也讲出来 对不对 他还是说都跟他有接触啊 对不对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潘小姐的简讯好不好 我的名片也是有硕士律师啊 都表示高俊俊他们都有拿呢 你看 我7月7号后才接触的呢 哦 哦死了 来 为什么我之前不是说有个胖躲 有没有 因为他的耐都喜欢用躲啊 懂吗 现在这个头像是他现在的耐的头像 等一下会再给你们看 就是我觉得因果报应了 就这样子啊 好 有没有 他是说 他后来你看他可以直接来请教我吗 他要直接请教我 也是没有花钱啊 对不对 我是不知道他问他他表弟会要必要啦 我是知道啦 然后他说我们晚一点再联络 因为他要问一些法律问题嘛 那我想说没关系啊 要问就问啊 我没差 根本不用赚钱啦 不需要靠这赚钱啊 好不好 不要动不动都在想赚钱 好不好 来 7月8号 来 有没有 他也知道我被霸凌啊 他知道我被霸凌 所以我跟你讲 他跟高景的那一趴真的是要倒过来 其实是他来关心我 他来关心我 因为他知道我被霸凌 他就给我呼呼秀秀 这样子 那我还说谢谢啦 这样子 有没有 跟我说什么时候开庭 我也都没讲啊 我也都没讲 我不像冷飞眼 哦 三里就讲了呢 我都没有啊 没有讲 很多事情我都不想讲 哎 好 现在给你们看这一趴 他讲他怎么贾扣押的事情 这他自己主动讲的哦 来 自己看啊 我也是开始换我讨工道就这样子 我还说我还跟他看齐 我说天哪 往下看 你看 对啊 我免费的 他从来没有给我钱 没有给我钱过 我也没跟他要钱过了 你看 他说我们一起加油 我说好 你看 对不对 谁接近谁 对不对 谁一直在勾我 对不对 你看 我还送他 送他那个贴图啊 我还送他贴图啊 对不对 好 好 哎 真是 这群人 莫名其妙 这里 好 都会写粉丝啊 就我们ADO ADO很可爱 啊 我就想说把这个图也送给那个 潘小姐看这样子 就很可爱嘛 鼓励他一下啦 你看 是不是很暖心 哎我真的暖男一个哎 好 对吧 8月10号啊 我还是这样 哎我们简讯真的啊 我们简讯很简单哎 没有手写稿 没有手写稿哎 好 那这太可爱了 这样子 对反正很爱 像可以见面 好 他有一揪我 但是我没有去哦 啊 我也说期待 好 接下来8月15号了 8月15号了 哎 我跟他那很简单啦 真的很简单 真的晕倒 哎 高警 高俊俊你们敢秀你跟潘小姐的耐吗 大家来对赌 要不要 你们敢秀吗 我敢秀呢 来 真的没几张啊 哎 哈 有没有 就我们 我们接触就7月7号到8月15 就这样子而已 就是你们刚才听到那最后那一通电话 就是他跟 去取的问题 然后他跟我就是诉苦一下 这样子啊我其实也没有再联络他 这样子啊 有没有 你看的都是他来找我 他都是他有事找不是我来找他 你你看到这句话很多都是他有事要请教我 都绝对不是我有事要请教他 而且你看完全没有手写稿的东西完全没有好不好 最好笑的是小黄还一直诬陷说什么FBFB 哎 FB现在很落后 用9就可以了啦 卖脑好不好 你看 他还是说打电话给我 对不对 啊 来 啊对啊 9月8号说错 应该是9月8号 你看8月15到9月8号隔多久 我也都没跟他什么联络啊 真的没什么联络啊 你看我对他对他那个东西真的没有什么兴趣啊 没兴趣啊 对不对 啊我也没有说 哎我我到台南的要接 就是我我我到台南的啊你明天我几点要到什么 我也没跟他约这个啊 都没有啊 我真的我没有跟他见过面啊 然后你看9月8号 哎方便又是他他要播给我 对不对 啊你看我正在开车 我在开车所以他播我觉得很危险 所以我都到法院的时候你在播 就是你们刚才听到最后那一通电话 就这样子啊 哈 这就是我跟他所有的奶哦 真的哦 就这样子而已哦 哦 就这样子哦 潘小姐 高姐 小黄 你们手写稿丢给谁啊 手写稿丢给谁啊 高姐你说什么专业人士啊 什么手写稿 在哪里 卉尔 在卉尔啊 卉尔 卉尔 懂吗 英文懂吗 卉尔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都是证据哈 你们自己看证据哈 这个就一一一一一看就知道了啊 为什么因为他营运上面出状况 所以他当然就选择用欺负人的方式 就是换取金钱的利益嘛 我来听这个就是他自己直播的东西 我们来听听看 拿假的东西或骂人 或者是把别人死里打 或者是莫须有的东西拿出来欺负人 其实就是为了流量 为了钱 可是我觉得不知道 我觉得做人还是要有点良心吧 美妆编色龙 哈喽你在讲什么 你是不是在讲到你自己 我们再来听一次 不懂 为什么可以靠 拿假的东西或骂人 或者是把别人死里打 或者是莫须有的东西拿出来欺负人 其实最后就是为了流量 为了钱 为了斗内 可是我觉得 不知道 我觉得做人还是要有点良心吧 美妆编色龙 你在讲什么 我们再听一次 好像你就是在做这种事情 不懂 为什么可以靠 拿假的东西或骂人 或者是把别人死里打 或者是莫须有的东西 拿出来欺负人 其实最后就是为了流量 为了钱 可是我觉得 不知道 你们现在知道了吧 美妆编色龙 很恐怖啊 对不对 他哪里也是被霸凌的 对不对 他跟着来霸凌我啊 莫名其妙啊 很精彩 对不对 证据一啪啪呈现 我就跟你讲 谁针对我就针对谁 我没有在怕 但是这一趴 为什么我一直不想讲 因为 倒霉的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哈 啊这一趴你们要怪谁 高警 高军军 潘小姐 我要跟你们讲 你们要怪怪小黄 因为小黄一直在用这一片来操作 来骗河嘛 哈 啊拍谁打不到我 因为我根本没做坏事哈 我跟你讲 你真的不要惹我啊 惹我证据多的勒 来 这只手是谁的手 他是有一次他秀出乳液 然后秀出那个保养品的一些收据 哈 然后他就秀给大家看 了解哈 开发票的是什么公司 所以是那个恩尼有限公司嘛 对不对 哈 再往下 往下看哦 一拍一拍看 你们我带着你看证据你就知道我在说 讲什么 来 这个是最近哈 我以为安娜庄园的客户的他们的单子哈 他们的 课程单 哈 那课程单 你们注意看看盖的那个地方哈 盖的那个地方哈 是有一个也是有一个章 然后有个章哈 那我们往下看哈 那当然有出现那个他的名字啊 哈 那我们再仔细往下看哈 再往下看哈 哈 就是这一张哈 哈 就是这一张 哈 这张更明显嘛 所以跟 刚才那个女神的那一张收据是一样的嘛 啊这个是 这个是人家课程的 课程的 就是他们那个课程的 章哈 是一样的 都是这家公司 都是这家公司 有看到哈 清楚了哈 对不对 哈 好再看上一排哈 我 有些可能跟不上哈 我再我再要秀一次哈 我们证据是一环一环扣一环了 其实在律师的 这边其实都是这样子啊 证据都是这样一环一环扣一环 来 这个 这个章就是从那个章 来的 你看一下109福袋嘛 有没有哈 那你看 有没有109福袋 他把它放大了哈 然后再看 那个女神这边的嘛 收据嘛 也是恩尼有限公司 有没有 哈 你看看好766 有没有 那你看女神的是不是766 哈 编号编号 编号 766 最后三马 哈 6497 5766 那我们现在看看他现在的营运状况 现在营运状况 他有个通告 他有个通告给会员的 我们来看看他的通告哈 他的微微安纳要收起来了 然后呢 他说只到11月25号可以只接受换货 他不接受 用钱换 我跟你讲这违反规定哈 因为有 各县府哈 各县府他们有一个就是美容业者的定型化条款 他有规定说客客户做几趴的课程 几分之几的课程 你必须要退钱 你不能只有一个选项说换货 他不能只能只能换货 他必须要 必须要让人家能够换钱回去 了解吗 可是他只接受换货 或是 他说由他新的团队来接受 但是 新的团队的价格怎么定 你不知道 懂吗 等于是有点丢包的概念 如果他经营的好 干嘛要做这种事情 对不对 那你看呢 他说微微安纳 接下来是要由 转为课程 由 采样美丽庄园 团队继续服务 有没有 好 看起来好像很负责任嘛 对不对 这是11月11号的 他们有一个公告 说要有另外一个团队来接手 看起来好像很 好像他经营不散 经营不散的状况 可能他的课程要交给下面的人 他都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人家这样讲 记取贵父奈奈的讯 上礼拜有播过 他有出状况之前 也是营造着好像很nice的状况 有没有 那我们来破解一下好不好 他接手就是要用彩样美丽庄园来接手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彩丽庄园是谁 你看他都喜欢用夺 夺也是他 就是潘小姐 来看一下 有没有 好 再往下看 有没有 跟你讲 他他这个 这个都是他的 注意看 注意看 来我们再重重看一次 上面有一个 有个字眼 你们什么公司 你们看要看仔细 什么公司 怎么好像又是恩尼 对不对 对不对 有看到对不对 他都是外面是一个名字 但是其实就是恩尼有限公司 有没有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来 来 这个也是用恩尼有限公司的 也是他的 再往下看 有看到端倪吗 不是我最近早上是有看到 就是他 他居然在增人才 然后呢 看到有什么东西啊 什么庄园啊 有看到吗 有看到猫腻吗 借壳上市吗 脱一层皮 马上变成另外一张皮 可是都是恩尼有限公司 有没有很夸张 对不对 都是恩尼有限公司啊 那负责人都是谁 啊都是他啊 来 我们来看这张 这张不是真效耶吗 那就会远怎么办 都是恩尼有限公司呢 都是恩尼有限公司呢 那你从威威安娜变成彩样美丽专业 啊不都是恩尼有限公司 那你在耍耍存什么 这不是诈欺吗 你们觉得有发现到猫腻了吗 对不对 你们觉得这个人很恐怖 所以我说他是美妆变色龙啊 吓死人了 对不对 好再往下看哦 我们来看恩尼有限公司现在是怎样 这个是经济部工商登记 最新的你去查一查得到 他你要看历史资料 因为他藏起来 然后你要看 我叫你们去上去经济部 打经济部工商登记 公司登记就出现有个工商登记 那你就要打恩尼有限公司就出现了 他的公司状态呢 他历史记录是写解散 目前是解散 来 我们看他什么时候解散的 看他什么时候停业的 来 哇哦 今年的 11月1号 有看到吗 停业 有没有 台南市政府核准的 停业 那请问下你说要有采样来来接手 这件事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 还是只是拖延战术 啊 来 最下面最可最夸张 他公司解散 我跟妳讲公司解散要向法院申请 他有他有向法院申请解散了 你们去查的话他有他他已经向法院申请解散了 他不可怜了他一点都不可怜了我觉得他的消费者才可才可怜 新的采样可能随时又又过一阵子然后又变不同的庄园 永远都是庄园 从A庄园变B庄园 从B庄园再变C庄园 但是背后都是恩尼 背后都是潘小姐 那我们来看一下潘小姐的简讯 有人有发现到这件事呢 然后潘小姐直接呛瞎 他直接呛那个顾客 这是顾客提供的 自己看了我就不念了 他确实经济状况有助状况 他米虾没有拆餐 他都说别人没有拆餐 他自己米虾也没拆餐 一样啦 一模模一样样 来 呃 那个律师可能是他表弟律师啊 表弟律师大家都知道了 来 他一直用用说有下一个业者来承接 可是下一个业者好像也是恩尼有限公司啊 好 来来来 所以他都用这一招啊 拖延战术啊 好 好 这是他对他的消费者讲的 好 了解了哈 说不意外啊 好 不懂 不懂 为什么可以靠 拿假的东西或骂人 或者是把别人死里打 或者是莫须有的东西拿出来欺负人 其实最后就是为了流量 为了钱 为了抖内 可是我觉得不知道 我觉得做人还是要点减心吧 不懂 為什么可以靠 拿假的东西或骂人 或者是把别人死里打 或者是莫须有的东西拿出来欺负人 其实最后就是为了流量 为了抖内 有没有很讽刺 有沒有覺得很諷刺 他好像在罵他自己有沒有 有沒有很諷刺 那我們再來看高景這一趴 我已經對於這個議題麻痺了 所以你們不要急 其他才聯絡專業人士 聯絡就聯絡啊 聯絡就聯絡啊 聯絡就只能證實是他本人 不是嗎 聯絡就聯絡啊 又不能聯絡啊 聯絡很好啊 這麼的嗎 好 一拍都算小心 聯絡不是應該的嗎 不是嗎 不聯絡 那麼繼續說下去 不是這樣嗎 我不是我裡頭 我覺得我說的很有理耶 我覺得我說的很有道理的 你們不覺得嗎 不是這樣嗎 有沒有 那我們再來看一趴 再來看一趴 我就跟你說啊 他跟小黃在某程度上 為什麼我說他們是緊密關係 因為兩個呢 都很愛開個直播 然後就把一些東西沒有經過大腦就講出來 然後呢 有些東西呢 就是講他實際的感受 我覺得 我說的很有道理 欸 怎麼會是你覺得 太誇張吧 馬上破功 人家七月來聯絡 對不對 好 你們看我跟他 跟小黃在寫簡訊 沒有手寫稿 不好意思 沒有手寫稿 我跟你們對賭 潘小姐沒有給我手寫稿 好不好 小黃你要不敢賭 跟你賭十萬 賭一百萬都可以 潘小姐沒有給我手寫稿 你敢對賭嗎 你可以賺一百萬要不要跟我賭啊 敢賭嗎 潘小姐沒有給我 你一直說有 那我跟你對賭一百萬喔 那我就可以去扣你了 敢賭嗎 潘小姐你敢賭嗎 潘小姐你敢賭嗎 你什麼時候給過我送寫稿 沒有咧 高姐你敢賭嗎 敢賭嗎 好 再來看喔 誰不是用眼的 請問一下現在誰不是用眼的 這是什麼時候被揭穿而已 才不是我去大黃在扣印開始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人怎麼來 但是我從來沒對這個人好感過 而且他都一直搶走我的功勞 他都一直搶走我的功勞 他都一直搶走我的功勞 對啊我問你誰不是用眼的 請問一下現在誰不是用眼的 這是什麼時候被揭穿而已 對啊 所以你現在被揭穿了啊 不是嗎 你當時演得真認真 潘小姐還陪著你演認真認真 為了什麼 為了一萬片的面膜 以及 他先做好的 反霸凌的 反霸凌的 反霸凌的吸收乳 超好笑的 你們這一群人 夠了吧 潘小姐你說 為了錢 不懂咧 為什麼可以為了錢做這些事情 你就是在這樣做啊 哇 變色龍真恐怖 還真敢講 嚇死人了 要怪 怪小黃吧 如果今天青年 小黃不要在那邊亂搞 一直拿那個直播 來亂講 我也懶得去把這些證據秀出來 我就跟你說不用跟我鬥 跟我鬥只是你們更難堪而已 絕對不是我難堪 我行的證做的證 好不好 呃 我是真的 我還是再強調啦 我是被4加1 即胡子 小黃 不斷的霸凌 他們就是欺負我的人 很可惡 他們非常可惡 就是這樣子 我是被害者 我有權力表達我的不滿 為什麼 張淑萱說的 只要被霸凌的人 要站出來勇敢對抗 我站出來了 而且我都是拿證據出來 我行的證 做的證 站的證 抱歉是不夠的 你用媒體霸凌弱勢 霸凌一個沒有麥克風聲音的人 這樣子的新聞素質素搖 我覺得你不OK 我一個這樣子的人 都可以被這樣霸凌 我希望在職場上 在學校 在社會 在網路上被霸凌的人 你們要照顧你們自己 我覺得與其被人霸凌時 不如出來勇敢對抗 我今天就告你們兩個 胡說八道 抹黑造謠 欺負人家一個民間 謝謝